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2月18号 罗马硬厂布拉加 星期五凌晨,优霸杯32强 首回合有多场好戏上演 其中一场在布拉加主场 迎战罗马的赛事 两队近期联赛表现相差不大 双方都无必胜对方的把握 今次对女握手言和的成数都挺大 布拉加这支队伍相当有竞争力 即使近来的赛季 他们都同袍超冠军无缘 但至少能做到,搞局者的角色 而且过去六季的球队排名 都未曾跌出过前五 今个赛季自然亦不例外 打完前19轮联赛 布拉加络得13胜1和5负的战绩 暂列绩分榜第三位 近方方面 布拉加这段时间的表现十分出色 过去七场各项赛事赢5场 和2场,不输球 攻击手法兰沙治奥,列卡道赫达等人 在这段期间也有不错的表现 之前两次同实力强劲的波图交锋 布拉加都能保持不败 而且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追和 可见他们有多还强 另外,布拉加在这波不败中 平均一场能够攻入1.85个波 进攻火力不错 不过考虑到罗马的攻击手 近期表现并都不错 今次,两矛相碰 首回合大有可能激战成和 在阵容方面,前锋摩拉 同中场卡斯道等人,因伤无法出战 虽然之前零比尔输比于祖云达斯脚下 但输这场波,都没为球队带来太大影响 上将面对乌颠尼斯 凭着围裂到的梅开尔道 和帕道的感上添花 最终以3比0击败对手 顺利重返赢波的路 目前打完22轮联赛 球队录得13胜5和4负的战绩 有43分位列绩分榜第三位 尽管同身前的米兰相红 还有不少的差距 不过仍有时间去追上他们 球员方面 今季被球队买断的 米希达因表现依旧出色 各项赛事交出11个入球 同11次助攻的成绩单 来到罗马城后 米希达因似乎重获新生 而维列道、迪斯高 和马若拉尔等攻击手 这个赛季亦有不错的表现 目前都有至少6个联赛入球进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罗马今季打硬仗的能力 是有限公司 面对二甲排名前8的球队 竟然未赢过 而且鉴于他们今季作客表现 亦不太稳定 今次远赴葡萄牙 罗马都是应以全身而退位目标 在阵容方面 后卫基斯斯摩宁 同中长新尼奥路等人因相缺陣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收听 好球不等人 立刻下载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蓝球的赛事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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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